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上個星期談到哲學的特性 我分別的從共識性跟歷時性這兩個概念來說 歷時性還沒有談到 共識性我們講到了說它的一個特性 我把這個特性稱之為叫做折迴的特性 那麼它跟科學的那個直接的朝向的特性是不一樣的 科學家想要研究什麼 想要搞清楚什麼 他就去觀察什麼 實驗什麼 那麼把它放在一個顯微鏡底下 一個放大鏡底下 一個望遠鏡底下 來做這樣的觀察 那麼它是直接的 但是哲學現在看起來是沒有辦法這樣子的一種 用一種主刻對立的方式直接的面對它的對象 這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哲學所討論的 不是一個外在於自己的他者 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相反的它所討論的常常是一個包含自己在內的 不管是自然世界 社會世界 或者人文世界 人或者是這個哲學家本身都在這裡面 那麼他自己都在這裡面的情況底下 他必須用一種間接的方式 用一種反射的方式 或者用一種反省的方式 來這個理解它 必須要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理解它 那麼在這樣的理解底下 哲學並不跟其他的科學 有任何的漢格或者是衝突這樣的情況 那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外在的東西這個他者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 當我要去反省的時候 這個自己反省自己 我必須透過一個他者對不對 所以這個他者就像是一個鏡子一樣 如果這個鏡面我能夠插得更亮更清楚 我就能夠更清楚的照見自己 所以對於世界的認識 能夠對世界認識的更多 我就能夠對自己認識的更清楚 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世界其實就是我的鏡子 別人其實就是我的鏡子 外在的他者其實就是我的鏡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一個學哲學的人 他必須什麼 有豐富的知識 有豐富的對於世界的知識 透過這個對世界更多的了解 他才有可能對自己有更好的了解 這個是為什麼他跟其他的學科 並不抵觸的一個主要原因 而且至少我們在哲學系 其實很鼓勵同學 這個能夠修更多其他科系 這個能夠得到更好的 這個對於世界的知識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麼如果你看過這個 喬斯蘭賈德所寫的蘇菲的世界 你就會看到那裡面 蘇菲在一開始的時候 收到一張紙條 那張紙條問的是 Who are you? 你是誰? 然後蘇菲就開始想說我是誰 是什麼奇怪的問題對不對 我是蘇菲 可是我是蘇菲 對於自我認識來講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因為他只是一個名字 蘇菲在當時就想到 在我出生的時候 其實爸爸說他本來可能 要給他取名字叫比如說瑪麗對不對 或者海倫或者別的名字 但最後給他取名的叫蘇菲 所以蘇菲其實只是一個名字 那麼知道這個名字並不代表知道這個人 蘇菲就到浴室的這個鏡子前面 他說對著鏡子裡面的影像說我是你 我是你 可是他在鏡子裡面所看到的事實上是一個外表對不對 而人的外表可能是會改變的 人的外表可能是會改變的 你昨天的外表是這樣 今天的外表是怎麼樣 隨時可能都在改變 我如果這個譬如說出了一個車禍對不對 然後搞了面目全非 然後今天上課的時候 同學簡直都不認得了對不對 那你還會說這是養殖聖嗎 你還會說是為什麼呢 等到這個面目全非的人開始講話 然後程序著上禮拜所講的東西 繼續的講下去的時候 就這果然是老師對不對 雖然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變得不一樣 那麼這都顯示什麼 所謂的認識自己 不是一個名字的工作 不是一個這個外表 這樣的一個認識一個外表 甚至不是一個履歷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履歷 這個養殖聖男多少歲對不對 然後這個出生於什麼時候 這些都只是你的資料 可是你的好朋友 他也許不見得掌握很清楚你的履歷上的資料 但是他對於你了解的很多 這個了解的很多不在於這些外界的東西 那麼當蘇菲考慮了這些情況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認識自己這件事情還滿難的 可是他覺得這是什麼奇怪的問題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收到這樣的紙條 所以他就把它先擱置到一邊去 但是第二天他收到另外一張紙條 第二張紙條問的是世界的問題 問他說 Where does the world come from 這個世界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這又是什麼奇怪的問題對不對 那麼表面上看 這兩個問題好像是不相干的 看起來好像是不相干的 但是如果我們理解到哲學的這個特性的話 你可以理解到認識自己跟認識世界 兩件事情其實不是不相干的 我們必須要透過這個世界來認識自己 我們在上個星期提到過 我說你要認識自己 你不是把自己關在衣櫥裡對不對 你要走出衣櫥走出房間走出你的家 接觸這個世界上哲學概論 然後接觸很多的人 並且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才能夠認識自己 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得主 一個德國的文學家叫Hermann Hesse 他寫過一個小說 那個小說裡面的主角 其實基本上是以佛陀作為他的對象 這個Siddhartha 他說這個Siddhartha 他就是想要認識自己 但是最後他去什麼 佛陀後來就是去流浪 去流浪 並且在流浪的過程當中 他才體悟到真理是什麼 換句話說 如果你只是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你沒有辦法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真正的認識 相反的你要去跟別人接觸 你即使關在家裡沒有關係 你要透過網路跟這個世界打交道 並且在這個打交道的過程當中 才能夠去認識自己 這個就是所謂的反思反省 那麼所以反思跟反省有一個特點 什麼特點呢 你沒有辦法一開始就反思 你必須什麼 先去生活 去經驗 去接觸 然後你才有反思的材料 對不對 如果你根本就什麼事都沒做 你說我要反思 你有什麼好反省的 你沒有什麼東西好反省的 對不對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因此就可以 來看到哲學在歷史性上面的一個特性 那麼這個特性呢 就是我們下面接著要談到的 這個厚思這件事情 哲學是厚思的 這個厚思的意思就是 像我剛剛說的 你想要反省 你必須要有發生一些什麼事 然後你才能夠反省 什麼事都沒發生 你是不太可能去反省的 那麼在這點上面 我們一樣的把哲學跟科學 來做一個對比 科學呢 基本上是一個前思的工作 是一個前思的工作 那麼哲學呢 則是一個後思的工作 就好像科學呢 是一個主客對立的 就是主體好像 不影響到客體的 非常客觀的在研究一個什麼東西 那樣子在做 但是哲學呢 卻是把自己放在 他所要探討的對象當中 那樣子的情況 那麼現在在前思跟後思的 這個對比裡面 我們也要來談談 這兩者有些什麼樣的差別 那簡單的說 前思就是先想而後做 而後思則是先做而後想 那這個先想而後做跟先做而後想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就是你比如說科技部 科技部基本上就是一個科學的部門 雖然連人文科學連哲學都必須要申請什麼科技部研究計畫 但是你知道科技部的那個想法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科學家的想法 就是你先提一個研究計畫 對不對 你要怎麼去做這件這個研究 那麼這個計畫你打算做些什麼實驗 然後這個實驗呢能夠去證明什麼東西 然後科技部就審核你的計畫對不對 那審核了如果通過了 他就撥錢給你讓你買經費 這個有經費了可以買器材 然後聘請助理等等 然後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執行這個計畫 所以每年到了年底之前 你就看到一大堆台道的老師們 就在那邊頭痛為什麼 因為在提計畫 科技部的這個研究計畫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號 所以就一大堆老師 就是你如果看到那個實驗室 研究室都這個通宵 這個夜未眠 大家都在那邊寫計畫 趕在這個dayline 之前 要把這個計畫給提出去 那麼他在提計畫的時候就在做思考 對不對 我要做什麼 我要研究什麼 我要提出什麼東西來說服科技部 願意給我這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等到他拿到錢了之後 他就是照著這個計畫去執行 那個是做對不對 那個是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科學的先想和後做 很明顯的表現在這個地方 那麼在哲學系有一門學科 叫做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問說 科學怎麼去驗證一個科學的理論呢 那麼他就把整個科學的這個過程 這個加以說明 那麼首先科學要先提出一個假說 hypothesis 先提出一個假說 比如說這個 假設燃燒這個現象 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現象 那麼在當時有兩個不同的假說 一個是燃數說 說因為有一種東西叫燃數 這種燃數呢可以產生燃燒 那麼另外一個是氧化說 那我們現在當然接受的是氧化說 但是總之科學要提出一個假說 然後接著呢就是分別 就是想辦法用這個實驗來驗證你這個假說 當一個假說一個hypothesis 被驗證了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理論 就變成一個theory 就是一個被大家所接受的東西 那麼另一方面當然實驗也未必就是驗證他 有可能反過來否證他 實驗的結果是你的假說是錯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被否定掉 那麼在科學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提一個假說 其實就是想的過程 你要想到一個怎麼樣來解釋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現象 然後接著呢就是什麼 驗證他或者是否證他 那麼這個是做的工作 做的工作 這個是我所謂的先想而後做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談談哲學的一個特點 那麼我要講的就是 哲學呢是一個後世的工作 哲學其實沒辦法先想而後做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哲學系的老師們在提這個 所謂的科技部研究計畫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都說這個是在寫作文 因為根本就是瞎掰一場 然後掰一掰 然後看看科技部要不要給你過 大概像是這樣 那麼有些老師更狠的 就是說我其實根本就全部都做完了 我連錄文都寫出來了 然後我再提計畫 因為這樣你的計畫就可以寫得非常完整 非常詳細 這樣才會通過 那你如果我其實才開始要去做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初步的構想 不太容易過 所以結果就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把已經都完成的東西 然後把它提出來做為一個計畫 那麼哲學呢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哲學做為一種反思性的 反省性的一個學科 我剛剛說的沒有任何真正的實踐 沒有真正的生活 沒有碰到什麼甚至沒有碰到什麼生活上的阻力 你是不會去反省的對不對 甚至碰到一些東西的 然後我們才要去反省它 才要去反省它 那麼所以你可以設想的 哲學在這方面跟科學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一個人沒有辦法說我還沒有出生 然後我就要先想好我要怎麼活 對不對 當這個婦產科的醫生 要把你從這個媽媽的這個這個這個肚子裡面 拉出來的時候 你說很厲害 我還沒有想好我要怎麼活我的人生 你就把我這個這個這個生下來 那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活 我不知道怎麼活 沒這回事對不對 這個這個哈德格說 人是一個被拋植到世界上的一個存有 人被丟到這個世界上來 所以根本就沒有跟你講好 說你要怎麼活 或者是人生有什麼意義 活著的目的是什麼 沒有 然後你就活著了 你就活著了 然後你活著 如果你活得很好 那就罷了 你活得並不怎麼如意 你開始去質疑人生有什麼意義 這個時候哲學的思考就出現了 就開始出現 那麼也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會看到哲學從來不是一個 一開始就被計畫好的 像做科技部的研究計畫那樣計畫好 然後我活著就是去執行這個計畫 人生從來不是這個樣子 相反的人生是你被丟到這個世界上來 並且在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哲學的反思才出現 哲學的反思才出現 所以我們總是什麼 先面對著一個現實的生活 然後思考才產生 而且思考也不一定產生 我常說在一種很順利的人生裡面 也許人並不會做太多的反省 或者當你忙著人生當中 要去做衝刺的時候 這個要去爭權奪利 這個要去爭取這個你該有的身份地位 這個時候你大概也不會去做太多的思考 那麼常常是什麼 你已經無能為力了 你為什麼無能為力 因為你失敗了 這個談戀愛你失戀了對不對 然後考試你這個被當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無能為力的時候 因為成績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因為愛人已經離你遠去了 你已經變成了一條魯蛇了 就在成為魯蛇的時候 我才開始做哲學的思考 人活著有什麼意義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活呢 以及等等 那麼這個時候思考才出現 那麼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的話 你可以理解到為什麼它是一個後思 它常常是在經歷了一個什麼東西之後 而且常常是什麼 經歷的不很成功 然後我們才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才會去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OK 那麼這個是關於這個哲學在跟科學的一個對比 就是哲學作為一種厚師的一種特色 那我剛剛在跳到這張投影片的時候 我發現了這張這幅畫 這是一幅壁畫 這個放在羅馬的梵蒂岡的一個禮拜堂 不是禮拜堂 一個房間 一個很大的房間裡面 那麼觀光客都可以去看的 那麼這個壁畫是拉斐爾所畫的壁畫 那麼在這幅壁畫裡面 他畫了三個女性 那麼在古代其實大部分畫的都是男性 尤其是如果是歷史畫 現實的這個場景幾乎都是男性 那麼這點從這幅畫的左下 因為下面是一個門 那左方跟右方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全部都是男的 但是在上面卻是三個女性 那麼在文具夫妻時期 這個畫的這些女性 如果她不是某一個人物的肖像畫 像蒙拉莉莎這種情況 那麼她通常都是一個比喻性 比喻性的 那麼拉斐爾在這幅畫裡面 他其實顯示了三種希臘的德性 那麼就是我寫在投影片上面的 勇敢 智慧 跟節制 這三種德性 希臘一共有四種德性 勇敢 智慧 節制 還有一種就是正義 那事實上這整個牆壁 拉斐爾最終要表達的是正義 是法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從下面這些男性的人 那邊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分別代表的是世俗的法律 跟神聖的法律 也就是宗教 神聖的法律就是宗教的法律 這個當時基督宗教裡面的法律 跟羅馬世俗的法律 但是當他要表達正義的時候 他用了另外三種德性來顯示他 這個其實跟柏拉圖的republic 理想國這門對話路是有關的 因為在那裡 柏拉圖把人以及國家分成三個部分 那麼人的部分就是按照我們的體腔 就是不管手跟腳 就是只管這個體腔 那麼這裡有個頭腔 這裡有個胸腔 然後在胸腔跟腹腔之間有一個橫隔墨 那橫隔墨以下的腹腔呢 是另外一個體腔 頭腔 胸腔 腹腔 對不對 你們如果學過聲樂對不對 那個唱這個共鳴 就知道頭腔共鳴 腹腔共鳴 胸腔共鳴 那麼透過這個就可以發出 不同的高低的這種共鳴的聲音來 好 那我要講什麼呢 就是柏拉圖把人分成三部分 他認為國家也有這三部分 那麼他們三部分的執掌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頭主要執掌的是思考 因為裡面主要的就是腦 那麼胸腔主要的是心跟肺 那他們主長的是整個身體的循環 不管是氣體的循環還是血液的循環 那麼我們的腹腔的部分 就常常跟我們的慾望有關 這個孟子告子篇裡面說實色性也對不對 那麼我們有消化器官 生殖器官 那麼這個就跟實色是有關的 那麼這個拉斐爾用一個人的人體 來談人的靈魂 那麼甚至來談一個國家 他說國家有一個腦 這個腦就是什麼 領導者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 我以前在念國文課本的時候 有篇陳之房所寫的這個 這個哲學家皇帝 他告訴你說哲學家皇帝 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的腦部 這個頭部 他要具有一個重要的德性 就是智慧 那麼胸腔它是氣 氣跟血 拉斐爾來講他代表的是一個人的勇敢的德性 因為當一個人憤怒的時候 他的這個氣血就湧動 然後全身就有了力量 那麼對於拉斐爾來講 對於柏拉圖來講 那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保衛階級 稱之為Guardian 就有點像是公權力 公權力 那麼然後呢 最後呢就是腹部 腹部呢代表的是慾望的部分 那麼對於這個柏拉圖來講 這個農工商階級 他們都是為了求溫飽 那麼當有了溫飽之後 希望吃得飽之後吃得好對不對 這個能夠穿得暖之後 還要穿得漂亮 那麼這些事實上就跟我們的慾望是有關的 那麼這三個慾望分別有三種德性 那就是希臘的智慧勇敢跟節制這個德性 那當這個理想國裡面講到這裡的時候 人家就問說那到底正義在哪裡呢 柏拉圖就給他一個 就是柏拉圖在那裡面用蘇格拉底的這個 作為對話錄的對話的一個代表 就是用他來講話 他就告訴他說什麼是正義 正義其實就是一個國家 該表現智慧的時候表現智慧 該表現勇敢的時候表現勇敢 該表現節制的時候表現節制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不要什麼錯亂的 比如說這個軍人或者是公權力 他們應該要什麼 應該是要去執行的人 而不是要去做思考判斷的人 如果現在讓他來做思考判斷 這個國家就會變成什麼 軍國主義對不對 就會窮兵獨武 那麼就會出現不正義 或者一樣的這個農工商階級 他們追求的是欲望的滿足 如果你現在讓他們來成為國家的領導者 那麼這個國家就會什麼 只是追求私利 那麼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不正義 所以正義是什麼呢 柏拉圖的說法就是當屬於哪一個部位 做好那個部位的事情 那就是正義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拉斐爾畫這幅畫就很有趣 他不畫正義 可是正義就在期間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面 當一個人表現了他的勇敢智慧跟節制 換句話說 這個腦做腦該做的事 心肺做心肺該做的事 就是這個消化器官跟生殖器官做 消化器官跟生殖器官該做的事 符合他們的德性的時候 那麼正義就在期間了 所以這個牆其實是一個法律牆 或者是一個正義牆 那當然是因為在拉丁文裡面 法律跟正義是同一個字 好 那我要講的其實不是這個柏拉圖的這個說法 我要講的是在這裡 我們很容易的可以看出 在畫面當中左邊就是勇敢這位女神 那麼一方面是他拿的那個樹枝 那個所屬的樹種 在當時就被視為是一種代表勇敢的樹種 那他身上穿著盔甲 像一個女武士一般 這個顯示他跟這個所謂的公權力是有關的 那麼在畫面的右邊 我們看到有另外一個女神 她沒有穿盔甲 她手上拿的是馬鞭 那麼馬鞭的這個比喻其實也跟這個節制是有關的 因為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面 柏拉圖講過說什麼是節制這個德性呢 節制這個德性就好像駕著一匹馬車 你不是讓馬拖著你跑 而是你要控制你的馬 讓馬按照你所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種駕馭的能力 節制是一種駕馭的能力 那麼我們從他的這個身上的器物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跟節制有關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中間的這位 他代表的是智慧 那麼智慧是什麼呢 他看到一個女神然後有一個天使對不對 幫他撐著什麼 撐著一個鏡子一個銅鏡 讓他從鏡子裡面看見自己 然後在他的後面有另外一個天使拿著一把火把 讓他能夠清楚的照見 就是以免看得不清楚 讓他能夠清楚的看見 所以拉菲爾在這裡面用了一個很生動的一個繪畫的筆 你知道拉菲爾在畫這幅畫的時候才二十幾歲 但是這二十幾歲的這位畫家 他的這些對這些女神他的一個敘述顯示什麼 他對柏拉圖的哲學掌握得多好啊對不對 那麼所以智慧這件事情他事實上就用一種能夠看見自己 透過一個鏡子看見自己這樣的一個很具象的一個形象 把他給這個表達出來 把他給表達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就是這個哲學 他所具有的一個特點就是作為一種哲學之學 反射 反聲 反省 反思這樣的一個學問 這樣的一個學問 那麼這個在西方的語言裡面 因為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英文 但是英文現在已經不太有這個所謂的反聲式的動詞了 但是如果你學英文以外的其他語言 你就會常常看到這種反聲式的動詞 反聲式的動詞 這種反聲 反省這種特點是這個西方的一個思考 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這種反聲式的動詞 比如說德文裡面說我坐下來對不對 I sit down 英文就是這樣 可是德文會說什麼 我把我自己放下來 I set me 把我放在把我放在椅子上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很高興 他是說 I set me 我把我自己弄得很高興 所以以前我在學這些語言的時候 我想好奇怪 他們怎麼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一個動作 但是你漸漸的就是了解到這樣的一種思考模式 以及他們這樣的一種語言的使用 你就發現這裡面有一些相似之處 那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所面對的是一個世界 那麼科學直接的就是什麼 研究這個世界 那世界太大了 所以科學就是什麼分科 分門別類 你研究什麼我研究什麼這樣的方式 哲學對於哲學來講世界是個禁止 我透過這個世界我要理解我自己 我要理解在這個世界中的我 是一個怎樣的我 這個是哲學所要做的工作 所以它這裡面就有一個間接性 一個哲回性 那我在中文裡面我把它 我不用這個反思反省 我用哲回其實有一個原因 因為哲回的這個哲很像哲學的這個哲 除了少了一個口之外 可是那個回裡面有兩個口對不對 你隨便拿一個口過來 這個哲的下面就變成哲學的哲 所以我就很喜歡用哲回這個字眼 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對我來講哲學其實是一門哲回之學 在這點上面它跟科學的那個 直接的面對的 直接面向有一點不同 那麼我們在這個哲學的學習 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學會這樣的一種思考方式 那我在這之前就已經提到過 我說大部分的動物是沒有辦法 去從一個鏡子辨識出那是我 大部分的動物沒辦法 但是人可以對不對 人很清楚的就可以從這個鏡子當中知道 那是自己在這個小孩子的時候 很快的就已經能夠從鏡子當中知道 那是自己 那麼漸漸的越來越長大 就是它不是一個天生馬上就會的 因為哲學是個厚思之學 它其實是需要經過一定的理念 那麼漸漸的長大之後 我們甚至不再只是看到自己的外表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還透過跟這個世界的一個相處 而認識到自己的靈魂 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認識到自己有怎樣的一個心靈 認識到自己是怎樣的脾氣 認識到自己是怎樣的個性 這些都必須什麼 在你跟這個世界的相處的過程當中 逐漸的得到 那麼這裡面事實上就是透過不斷的反省 不斷的反思而得到 那麼你在這個哲學的學習裡面 事實上是學會了這樣的一種思考 這個是作為一種反思之學的特色 好 這個是我前面跳過去的 因為我這個圖放錯了 放到後面來 第二個我們談到的就是這個歷史性的特徵 是哲學是一個後思性的學科 這個後思性的學科顯示的就是 哲學並不是一開始就計畫好的 對不對 它常常是在過程當中然後才確定下來 我自己在台大哲學系教的是美學 美學並不是說藝術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叫所有的藝術家說 你們要照我所講的來創作 不是這樣 相反的我們看到藝術家總是走在前面 他們創作出了很多很奇怪的 莫名其妙的作品來 然後呢被認為是藝術 而且甚至也逐漸的被大家所接受對不對 那哲學的工作是什麼 是為什麼這樣子被認為是藝術 為什麼這樣子被認為是藝術 在這個法國 那個法國是一個藝術 巴黎是一個藝術之都 那麼在這個藝術之都裡面 它當然有一些古老的這個作品 放這個這個放在羅浮宮裡面 然後一些印象派以後的放在 放在奧塞美術館 放在奧塞美術館 可是還有一些更當代更前衛的 這樣的一個作品放在旁邊肚 那我們在那裡能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譬如說一個馬桶 然後他說這個是藝術品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些很實驗性的這樣的一種東西 可能是一個肥皂香 然後他說這是一個藝術品 那麼美學做些什麼事呢 美學在問的就是為什麼他被認為是一個藝術品 為什麼他被認為是一個藝術品 那麼我們必須要什麼 對這個提出一個說法 因為很多人 尤其是我們現在面對當代的藝術品 像現在這個 泰貝斯基美術館在做這個雙眼掌 那台灣這個我覺得最前衛的大概就是 北美館的這個 每兩年一次的這個雙眼掌裡面的那些作品 因為那些作品如果沒有這些解釋 你幾乎都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為什麼這被當作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看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連美學這樣的一個哲學的學科一樣的 他是在產生了這樣的藝術現象之後 然後我們對他做思考 然後能夠提出一些說法來解釋 他是怎樣的一個意義 這個是哲學的一個特點 哲學的一個特點 那麼在這些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他跟科學有很大的不同 那麼所以我說哲學不但是一個哲悔之學 現在我要說哲學是一個厚思之學 那麼這個是就歷史性來說 那麼用這個說法呢 我想引用這個黑格爾的一句話 這個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裡面有這樣的一句話 他說當哲學在灰色裡畫他的灰色的時候 一個生命的形態已經變老了 而且在灰色裡用灰色並不能夠使他回春 並不能夠使這個生命的形態回春 而只是使他被認識 這個是黑格爾的講法 那後面這句話 後面接著來的這個話是一般最常被引用的 就是米勒巴的貓頭鷹直到夜幕垂下才開始他的飛翔 常常有人引用這個話 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米勒巴是羅馬神話裡面的智慧女神 那你知道貓頭鷹事實上在西方 都被認為是代表智慧的意思 在希臘的神話裡面那個智慧女神叫亞典娜 然後到了羅馬神話他們就變了一個名字叫米勒巴 這就好像在希臘神話裡面眾神之父叫做宙斯 Pheus 但是到了這個羅馬神話他變成叫Jupiter 其實是同一個人 其實是同一個人 那亞典娜變成米勒巴 但是不管是亞典娜還是米勒巴 我們在很多的這個西方的繪畫雕刻或者藝術作品裡面 如果你看到他畫這個亞典娜或者是米勒巴 他通常都會跟著一隻貓頭鷹 因為他這個就顯示他代表這個智慧的那個面相 就是貓頭鷹米勒巴 那麼都是這樣 所以米勒巴的貓頭鷹講的就是智慧 他說智慧要到夜幕垂下才開始他會想 意思是說智慧不是什麼一開始就有的 相反的智慧常常是什麼 事過境前默然回首 然後才發現原來是這樣 然後才開得翹 他懂了才懂了 但是呢黑格爾在這句話裡面也流露了某種這個悖觀的味道在 為什麼呢 他說哲學哲學做的工作就是在灰色裡面畫他的灰色 他使用灰色來作為哲學的一個代表的顏色 這個其實是有他的典故的 這是在黑格爾同時代有一個德國的文學家叫哥德 他在福士德裡面 那麼他在裡面就講說福士德裡面有一個魔鬼叫梅菲斯特 那麼這個梅菲斯特就在裡面唱歌 那個魔鬼在唱歌 他說知識是灰色的 這個生命是綠色的 生命是綠色的知識是灰色的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某種知識或者智慧 那麼他說哲學呢現在做的工作就是在灰色裡面畫他的灰色 那福士德呢是一個博士 他呢就是什麼 學了各式各樣的知識 學了各式各樣的知識 然後非常有學問的 可是等到他有學問的時候 他發現他怎樣 老了 他老了 他變成這個老扣扣了 那麼但是他非常的有學問對不對 他掌握了什麼哲學 法學 醫學等等 各式各樣的學問 所以呢他就運用他的學問 就把魔鬼給召喚過來 他的學問裡面現在還可以召喚魔鬼 那他把魔鬼召喚過來 就跟魔鬼達成了一個交易 這個交易就是魔鬼呢讓他能夠得到青春 然後呢他願意把靈魂賣給魔鬼 他的靈魂很值錢 因為他很有學問 那魔鬼 美菲斯德就說好我可以 然後我就讓你享受一下你的人生吧 所以他就開始就變成這個年輕人 然後就開始這個交女朋友啊幹嘛 就開始享受他的人生 這個是福士德裡面的故事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黑格爾用了這個典故 所以他用灰色 他說當哲學在灰色裡畫 他的灰色的時候呢 他說一個生命的型態已經變老了 意思是說哲學的智慧出現的時候 這個他的生命型態其實已經變老了 也就是你懂了 你默然回首你懂了 可是你已經老扣扣了對不對 然後他說而且在灰色裡用灰色 並不能使他回春 意思是說你也沒辦法像這個 胡士德一樣就變回年輕人 你老了就是老了對不對 所以年輕的時候沒有智慧有青春 等到你年老的時候有智慧了青春不再了 所以他說他不能夠使他回春 而只是使得他被認識 我認識到了我懂了 但是我也老了 那麼這個真是哲學我常常說 他是一個老人的學科 他為什麼是一個老人的學科 簡單的說因為他是老人的學科 他是一個後師之學 我們常常在事情的當下 你身處在其中 你其實並不了解對不對 你只是在那邊努力著奮鬥著 可是並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常常是在試過境遷之後 才這個比較理解 而且我剛剛說了 我說人會做哲學的思考 常常不是因為他處在人生的順境當中 相反的他是因為處在逆境當中 他發現他不能做些什麼的 於是他開始思考 開始問人生的意義等等 那麼這個智慧才從當中門生出來 這個是哲學所具有的一個特點 那黑格爾在這個句子裡面 把它放在一天的結尾的地方 但是黑格爾的用意其實不是在講一天 或者是講一個人 黑格爾是在講一個時代 他說當一個時代達到這個時代的高峰 並且開始向著這個時代的沒落進展的時候 哲學常常就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萌生 相反的一個時代現在正在什麼 快速的進展 有非常蓬勃的發展的時候 通常哲學這個時候看不到什麼哲學 看不到什麼哲學 反而在一個時代開始沒落的時候 就像一個人變成魯蛇的時候 一個人失戀的時候 一個人考試失敗的時候 一個人被當的時候 這個時候哲學的智慧才開始出現出來 那麼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我們可以用整個西方的歷史來做一個比喻 就是希臘的時代 這個哲學的高峰 其實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對不對 我寫在下面 有他們的年代 那麼希臘從西元前800年開始 就已經開始發展了 這個 從克里特這個島 然後逐漸的到整個 現在的巴爾幹半島的南邊 乃至於到這個小亞西亞一代 那麼當蘇格拉底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希臘開始沒落的時候 其實是希臘開始沒落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讀柏拉圖的對話錄 那麼在其中的這個 蘇格拉底講過一句話 因為他被猝死 所以他講過 他說 我就好像是雅典 雅典是一匹垂垂老乙的馬 而我好像是雅典的馬鷹 馬鷹就是什麼 就是一匹馬在馬舊裡面 然後那個蒼蠅就什麼 就一直繞著這個馬在那邊 那馬就會什麼 不斷的抖動他的尾巴要趕這個蒼蠅 那蘇格拉底說 我就像那馬鷹一樣 然後呢 這個馬就很討厭這個馬鷹 這就好像你睡覺的時候 現在春天到了對不對 睡覺的時候 蚊子一直在那邊飛 叮你也就算了 還不讓你睡覺 嗡嗡嗡 對不對 所以你恨不得把他打死 蘇格拉底說 我的討人厭 其實就是像這樣一樣 但是蘇格拉底說 我這個是有用意的 因為這批垂垂老乙的 雅典已經快要死了 如果我不再去煩他 吵他叮咬他的話 那麼這個雅典很可能就一蹶不振 一蹶不振 那我要講的不是蘇格拉底的這個理由 我要講的是 蘇格拉底已經看到雅典開始沒落了 對不對 那麼到蘇格拉底的學生 柏拉圖的時候雅典更沒落 然後到了亞里斯多德的時候 雅典已經滅亡了 亞里斯多德自己本身都是什麼 馬其頓帝國對不對 這個時候這個亞里斯多德已經什麼 把這整個歐亞非都統一起來了 所以希臘已經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所以事實上在哲學興盛的時候 是整個希臘的國運衰亡的時候 衰亡的時候 因為這就顯示什麼 整個顯示這個哲學 其實常常在一個文化開始沒落的時候 哲學才在這個時候開始興盛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 那麼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是希臘 我也想想 因為希臘是古代的哲學 所以我也講一下近代的哲學 近代的哲學呢 我們知道西方從中世紀 那個有時候被稱之為叫黑暗時代 那麼進入到現代有一個文藝復興 那麼在文藝復興的期間 我們可以看到 就不論是科學 藝術 宗教 航海 探險 貿易 整個都蓬勃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在所謂的十五十六世紀 這段期間所看到的 但是在十五十六世紀期間 我們沒看到什麼呢 沒看到哲學 整個蓬勃的發展的時候 這個哥白尼 克普勒這些科學家 達文西 米開朗基羅這些藝術家 這個馬丁 路德 克文等等這些宗教家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哥倫布 達切馬 航海家等等 就是你都可以看到 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很人才 我們就唯一找不到就是什麼 哲學家 那麼近代哲學之父是迪卡爾 那麼當迪卡爾出生的時候已經是1596年了 換句話說已經是十六世紀的末尾了 那麼當迪卡爾四歲的時候 西方就已經進入到十七世紀了 而十七世紀等於是西方在文藝復興這個高潮之後 那麼稍稍的又向下掉落了一點 我們通常把十七世紀稱之為叫巴洛克時代 但是就在這個時代哲學家才開始 三三來遲的出現在這個西方的歷史當中 就迪卡爾之後 那麼我們就接著就看到了這個 Spinoza Leibniz等等這些哲學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哲學 比這個時代的發展來得晚 他是在時代走到一個段落之後 然後哲學家才開始去反省這個時代 才開始去想這是一個怎樣的一個新時代 這樣的一個新時代對於我們而言 有怎麼樣的意義 這個是我們在近代的哲學的發展當中 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麼不是只有西方這樣 如果你看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哲學也是這樣 中國呢在什麼時候最興盛呢 漢唐這兩個朝代對不對 我們說漢唐盛世 但是你去看漢代有什麼哲學家 沒什麼哲學家對不對 除了一個董仲書 這個董仲書是一個什麼 披著儒家的羊皮的法家 這樣的人 那他的這些 董仲書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從先庭那邊找到 那這個唐朝有什麼大的哲學家嗎 沒有 唐朝的哲學太弱了 以至於這個來自於印度的佛教文化 就進入到中國 進入到中國 所以當時的這個文學家 我們說唐壽八大家對不對 韓鈺努力要去排佛排不了 為什麼 大家腦子裡沒有哲學思想 所以佛教的這種裡面所蘊涵的哲學思想 很容易的就進到這個中國裡面來 就進到中國裡面來 所以這個興盛的朝代 反而沒什麼哲學 那麼 中國哲學的兩個高峰 一個就是先秦對不對 先秦諸子百家 這個百花齊放 這是一個高峰 可是先秦是什麼 就是春秋戰國對不對 就是春秋戰國 那春秋戰國呢 是一個戰亂平仁的時代 這個你如果看那個孟子裡面說什麼 老弱轉乎勾禍 就是很多人都餓死 然後戰爭不斷的發生 但是就在戰爭不斷的發生的時候 那麼很多的哲學的思考 這個儒道莫乏 通通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興盛起來 興盛起來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宋明儒學 那麼宋明的這個儒學的發展 很大的一方面 當然跟佛教進到中國裡面來 跟著中國的儒道士開始做結合 但是我們知道宋朝跟明朝 也是中國相對的一個比較 相對的兩個比較弱的 宋朝後來被蒙古給滅掉對不對 明朝則是被清 也就是這個女真給滅掉 所以他們事實上後來都 都常常處於一種偏安 常常處於一種這個 積弱不正的一個情況 可是在這個積弱不正的一個時代裡面 哲學卻是非常蓬勃的發展的 這個宋明禮學 這個他們的發展 就是相對來講 是一個比較興盛的時候 那麼這些都顯示什麼 顯示哲學其實是魯蛇的學科對不對 是屬於一個比較失敗的 當一個時代在沒落的時候 那麼哲學的智慧 常常在這個時候才萌生 所以如果你失敗了的時候 那麼不要灰心 我至少可以告訴你 你還有哲學 你現在可以做哲學思考 對不對 如果你很成功 對不對 對 漢堂盛世 那你就趕快去攻城掠地吧 去賺大錢 對不對 這個做這些事 但是當你失敗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做思考 這個時候就是這個 這個乾隆勿用的時候 那麼好好的前程 好好的去做哲學思考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是 哲學作為一種後師之學 也可以帶給我們的企劃 好 我已經這個關於哲學是什麼 已經談得太多了 我要趕快把我的這整個 導論做一個結束 那麼我的第二個課題是 哲學為什麼 我要來談談哲學為什麼 哲學for what 這個到底要做什麼 那麼這個做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常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哲學有什麼用 對不對 常常被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哲學有什麼用 前面我們說 哲學是什麼 是一個常常被問到的問題 可是另外一個常常被問到的問題是 哲學有什麼用 那談到有什麼用 那我覺得要區分兩種用的意義 那麼一種就是使用的用 哲學能怎麼去使用它 這個是哲學有什麼用的一個意義 那麼另外一個意義呢 則是作用的用 也就是說哲學能夠產生什麼樣的效用嗎 這樣的一個意義 那首先呢我們先看看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不同的意義下 你可以說哲學沒有用 在另外一個意義下 你可以說哲學有用 所以我要區分這兩個用 那麼第一個呢就是使用的用 使用的用其實是一種工具價值 這種工具價值就是它可以讓你達到一種目的 比如說我說這支眼鏡有用 為什麼它有用呢 因為我近視 這支眼睛能夠讓我看得清楚看得遠 我本來就是如果不戴眼鏡我只能看很近的東西 但是戴著眼鏡 這個坐在後面的同學我就一樣的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是有用的對不對 這個有用就是它可以讓我達到某種目的 看得清楚看得遠的目的 麥克風是有用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讓這個原來很小的聲音 坐在後面的同學聽不到的聲音 它能夠聽得到所以它是有用 那麼這些用呢都是什麼 為了要達到某種的目的 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使用的用 那麼這種使用的用呢 使得它具有一種工具性的價值 因為它作為一種工具可以達到這種目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有一個工具目的 這樣的一個對比在 那使用的用就是它作為一種工具 那麼它具有這種工具的價值呢 使得我們可以區分兩種價值 這個是在價值哲學裡面經常提到的 一種價值叫做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呢就是不是作為工具 它本身就是我所要的 我並不是要它來幹嘛 而是它就是我的目的 這個叫內在的價值 但是另外一種呢是工具的價值 這種工具的價值是它能夠達到我所要的那個目的 所以我把它當作一個工具 當作一個手段 當作一個方法 當作一個媒介 如果有一天它不能夠達到這個手段 價值 達到這個目的的時候 那這個工具就變沒用了 這個就是工具的價值 所以工具的價值顯然它的價值是跟著目的的 它能達到那個目的它才具有這個價值 如果它有一天它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了 那麼它就不能夠達到這個價值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所可以理解的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鈔票 鈔票有價值是因為什麼 你可以用它來買東西 用它來這個賦學 這個學費用它來這個達到你所要的目的 如果有一天告訴你說 這個鈔票不能夠拿來買東西了 這個沒有人會承認 那你就發現它變成什麼廢紙一張了 對不對 就甚至可以把它給這個丟到一旁 因為它之所以有價值就在於 大家承認它有這樣的價值 所以願意讓你用它來換取很多你想要達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工序的價值 但是我現在要特別去說的是 有一些東西它具有一種內在的價值 它本身就是一個目的 本身就是一個目標 你要達到它就不為了什麼 我們講到一些很終極的價值 比如說真 善 美 你為什麼要追求真理 好像追求真理要什麼 要去換一口飯吃 還是要去讓你變成名嘴 這個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工具 對不對 事實上追求真理本身 它就是一個內在的價值 就是我就是要追求真理 不管這個真理有用還是沒有用 那麼這一點我覺得很明顯的表現在西方的哲學家 以及早期的科學家當他們在追求知識的時候 追求知識的時候 你知道哥白尼的這個太陽中心說 在他剛開始一提出來的時候 完全是沒用的 反而古代的托勒密的那個科學的傳統 是有用的 因為可以解釋立法 解釋星塵日月星塵的運作 雖然它是地球中心說 是太陽繞著地球轉 可是它已經形成了一套整個說法 這個說法能夠跟我們的立法相配合 然後能夠解釋天上的星塵 那哥白尼在提出太陽中心說的時候 他還很粗糙 第一個他以為這個地球繞著太陽轉是圓形的對不對 一直要到後來這個科普勒才告訴你說其實是躲圓 才能夠很精確地去理解整個軌道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才比較能夠配合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 哥白尼那個很多時候常常不能夠配合 常常不能配合 所以看起來是沒用 可是對哥白尼那樣重點不在有用沒用 那是什麼 那是真理 對他來講 這是宇宙的一個真相 他要問的是這個真相是怎樣 那他提出這個太陽中心說 他還會受到宗教的迫害 那哥白尼唯一一個值得慶幸的是就是 當他出版了這個太陽中心說的這本書的第二年 他就死了 所以宗教要破壞他來不及了 因為他已經死掉了對不對 但是否則他提出這個說法 既沒有實際上生活的運用 而且他還要遭到殺生之禍 但是他追求的就是什麼 他想要知道真理是什麼 社學家事實上也是這樣對不對 你看到哥白尼被猝死 哥白尼幾乎被猝死 蘇格拉底被猝死了對不對 那麼在哥白尼的同時代 其實也有其他的哲學家被猝死 那麼他們只因爲什麼 堅持著某種他們所認為的真理 對於他們來講 這種東西是intrinsic value 對我可能沒用 甚至可能有害於我 可是這是我要去追求的東西 那麼這種東西叫做內在的價值 內在的價值 那我要區分的就是這兩種價值 那區分這兩種價值 讓我想到這個社會學上面 有一個叫德國的社會學家 叫Max Weber 那麼他寫過一本經濟與社會 在那裡面他講到人有理性 但是他區分人有兩種理性 一種叫做價值性的理性 一種叫目的性的理性 一種叫目的性的理性 那麼在這個價值性的理性那裡 那麼他先談到這個目的性的理性 目的性的理性其實比較像我們剛剛前面所講的工具價值 跟工具價值有關的東西 他會去計算 就是如果我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麼我要採取怎麼樣的一條進入 採取怎麼樣的一種手段 使用怎麼樣的工具我才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 這個叫做目的性理性 目的性理性 比如說假設你上完了哲學概論 你打算回家 那你要搭公車回家 還是要騎U-bike回家 還是要走路回家 還是要坐計程車回家 對不對 這些都會牽涉到不同的代價 你會在這裡面計算很涼 看看哪一個比較划算對不對 然後你要去中午你要去吃飯 你會問哪一種CP值比較高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目的性的理性 你的目的性的理性 你的目的性的理性 在會在這裡面加以拣選 找出你覺得最划算的德 那麼價值的理性呢 這不是價值的理性呢 在我的這個投影片上面 他寫到 他說這個所謂的 Berte rationale action is determined by a conscious belief i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acting in a certain way 他牽涉到其實是某種信念 這種信念牽涉到一個內在的價值 那麼這個內在的價值呢 他說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oul acting 他不管那樣做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要的 我要追求的 我要追求真理 我不管得到這個真理 會得要需要付出多高的代價 我要這個東西 一個藝術家在追求美對不對 他為了要追求美 他願意什麼 這個一生無怨無悔的 做一個可能是沒有得到回報的事情 因為那個東西對他來講是有價值的 而這種價值就是內在的價值 那韋伯說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 人們的目的性的理性變得非常發達 什麼東西都會算 算得非常的精確 但是呢 價值的理性呢 卻喪失了 你拼命的賺錢 然後呢 這個要達到最高的效益 所以你存了一大筆錢 然後最後你死了 然後你存那些錢幹嘛 不知道 你人生到底在追求什麼 不知道 但是我人生就是要存錢 這點很知道對不對 那你存錢要幹嘛 不知道 這個真是 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 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價值的理性萎縮了 那韋伯考察整個西方的歷史 他說在古代 人們價值的理性反而是明確的 他們知道他們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當然那裡面可能有宗教的因素 他可能他整個一生就是為了要榮耀上帝 對不對 或者他的一生是為了他的希臘的城邦 他所追求的東西也許很清楚 但是他不太能夠會去計算那個成本 以及他所能得到的效率 那現代人呢能夠算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你問他你到底這輩子是為了什麼 他不太清楚 他不太清楚 那麼韋伯認為這事實上是我們在 現代世界當中所面臨的危機 那麼如果了解這一點 我們事實上是回到這裡來 就是如果我們什麼事情都在問 什麼東西有什麼用 而且那個用就是使用的用 就是一種工具的價值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處在這樣的一個 資本屬於社會裡面 這個什麼東西都是要去達到那個最高CP值 對不對 那如果從這方面來講 一些念哲學系的CP值的確不太高 因為你想想看你付出的學費 以及你這個畢業之後的工作 所得到的報酬等等 就作為一種工具的價值 可是如果你本來就不在乎這些 對不對 你有你想要追求的東西 whatever the result 不管他會得到怎麼樣的結果 這正是你要的東西 你無怨無悔 那麼這個情況就不一樣 這個情況就不一樣 這個是我在區別這兩種價值的時候 所要說的 那麼我們事實上生活很多東西 都可以問他有什麼用對不對 眼鏡有什麼用 投影機有什麼用 麥克風有什麼用 衣服有什麼用 錢有什麼用 那我想問大家的就是 你是否曾經問過嬰兒有什麼用 你有沒有發現嬰兒很沒用 對不對 你有沒有人幹嘛 當你很煩而已對不對 所以最好把他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他不但沒用 而且還產生了非常負面的效用對不對 花你時間 花你精力 讓你沒辦法讀書以及等等 可是我們為什麼不去問嬰兒有什麼用 因為我們根本就是把嬰兒當作一個目的在看待 他不是要作為用的對不對 但是眼鏡是作為用的 當有一天我的這個近視的度數跟這隻眼鏡不合的時候 我就只好再去配一把新眼鏡 這一把就只能夠數字高格了對不對 他就變成是一個沒用的東西了 他就變成是一個沒用的東西了 OK 那麼我們不會問嬰兒有什麼用 是因為嬰兒其實是人 我們不會問人有什麼用對不對 當一個人他肯定他自己的時候 即使他不斷的面臨失敗 即使他對這個社會沒有什麼貢獻 他也不會問我有什麼用 對他來講我的存在就是我的目的 我必須要去求生 所以我不會去問我有什麼用 那麼當然當一個人開始去做反省 發現自己很沒用 然後想自殺的時候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時候是在做一種哲學的思考了 但是我現在要談的不是這樣的一種哲學的思考 是我們在日常的生活當中 在那裡面有一些東西是被我們當作就是目的 不要去問他有什麼用的 那麼事實上在哲學的領域裡面 就是有這樣的一種東西 而這個是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那些所謂的工具價值 它其實是跟著那個目的 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是沒有目的的 你的那些工具的價值 你的目的理性所追到的那些東西 你其實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你一定看過一個故事 說在海灘有一個漁夫躺在沙灘上面曬太陽 然後一個很富翁 看到這個漁夫躺在沙灘上面曬太陽 就覺得很不以為然 他就跟他說你怎麼可以躺在沙灘上曬太陽 那漁夫就說那不然我要幹嘛 他說你應該去海上去捕魚 努力的捕魚 捕很多魚 他說我捕那麼多魚要幹嘛 他說你捕那麼多魚你就可以賣一大筆錢 他說我賺那麼多錢要幹嘛 他說你賺一大筆錢 你就可以買一艘更大的船 買一艘更大的船幹嘛 你就可以捕更多的魚 那捕更多的魚幹嘛呢 你就可以買更多的船組成一個船隊 要幹嘛捕更多的魚 那到最後他就說 那我到底捕那麼多的魚 然後弄出一個船隊讓別人幫我捕魚 我到底要幹嘛 富翁說那你就可以躺在沙灘上曬太陽了 他說可是我又是在做這些事情嗎 對不對 那麼這個就是那個富翁的想法對不對 可是他最終的目的其實也就是 只能夠悠閒的躺在沙灘上曬太陽這樣而已 而他本來就已經是悠閒的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做這樣的一件事 那麼這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 我們因為這種所謂的目的性的理性 也就是說你只要去掌握那個什麼CP值最高 可是你其實不知道你的人生是什麼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這裡面都牽涉到一種目的跟手段的顛倒 目的跟手段的顛倒 那麼這種目的跟手段的顛倒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用來解釋馬克思所講的異化的現象 異化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本來是目的的東西現在變成的手段 本來是手段的東西變成的目的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馬克思說 馬克思認為人本來就是目的對不對 我們整個世界我們人在這間生活就是什麼 希望人過的幸福人過的好人過的有意義 所以我們為的是人本身 我們建構這個社會 建構這樣的國家以及這些經濟制度 都是為了人本身 那麼金錢呢就是一種手段 這個是我們剛剛就已經提到過的對不對 金錢能夠讓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方便 因為這個馬克思在資本論裡面一開始講到什麼 以物易物對不對 你提著多少金的棉花跟別人帶著多少金的小麥 然後棉花放小麥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用棉花來當作衣服 他就可以用小麥來做麵包 所以大家都可以活下去 可是太不方便了 透過這個金錢就會變得很方便 可是漸漸的呢 金錢本來只是一個媒介 一個中介 一個工具 一個手段 金錢變得越來越重要 因為他既可以買棉花也可以買小麥 所以到最後呢 人就目標值在什麼 追求金錢 那麼當他目標值在追求金錢的時候 漸漸的金錢就變成了目的 而人反而變成了一個手段 什麼手段呢 賺錢的手段 所以每個人都變成什麼 金錢的奴隸 現在呢 地球的主人是誰呢 是錢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人呢 是為了錢工作賣命的奴隸 如果有一天 這個 一個沒有金錢制度的外星人來到地球 對不對 然後他們發現這個地球最有智慧的物種是人類 可是他們說 呃 好像啊 這個連人類都要為他服務的 那個就是金錢 金錢是比人類還高的 因為一個人 一星期七天工作五天 對不對 然後呢 除了睡覺的時間之外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作 那你問他 你為什麼工作 為了賺錢 對不對 他的工作其實是為了賺錢 不是要什麼 滿足他的人生的意義 得到自我實現 對不對 這個這個等等 相反的他 主要的就是為了賺錢 所以錢才是地球的統治者啊 對不對 而不是人啊 對不對 人是金錢的奴隸 那麼所以一化其實就是這樣的一種 本末倒置的情況 我們本來應該是什麼 人是主人 對不對 人是目的 現在變成錢是主人 人是奴隸 錢是目的 人是手段 是工具 是賺錢的工具 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怎麼可以把人搞成這個樣子呢 這太糟糕了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整個就在批判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資本主義的社會 那我們在前面在講到語言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莊子的這個得意妄行 或得意妄言的這個例子對不對 其實莊子在那裡面他也在批判的這個目的跟手段的顛倒啊 對不對 權 體 言 這個都是一個目的 都是一個工具 都是一個媒介 我們有一個目的在 那個目的是什麼 是語 是兔 是意 那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去把握的 所以他要得意而妄言 對不對 那在文字上是得意而妄行 但是呢 莊子說 無安得妄言之人而語之言哉 他在說這話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很感慨 他說現在的人都什麼 在乎的都是這種工具的東西 那個就是像 Max Weber 所說的 人們要的 人們所發達的是那個目的理性 我怎樣才能夠達到那樣的一個目的 可是你問他 那真的就是你要的目的嗎 那就是你人生所要追求呢 他並不清楚 但是呢 他對怎麼去達到這個做了很多的計算 做了很多計算 這個是我們在現代世界當中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你可以說在社會科學裡面 政治學 經濟學 特別是經濟學 他都是教你怎麼樣能夠最有效 CP值最高的達到那樣的一個目的 可是幾乎都不問我們人到底要追求什麼 讓每個人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這個是變成是一個哲學的一個主要的工作 最後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在德國在柏林紅寶大學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行政大樓 就好像我們台大那個有一個行政大樓 那這個紅寶大學是其實就是古代的 普魯士時代的柏林大學 柏林大學 但是你知道柏林這個城市在歷史上有一個悲慘的命運 就是它曾經是一個分裂城市 這個分裂城市就是當時有東德跟西德 而柏林就變成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東柏林一個西柏林 當時這個蘇聯的軍隊進到柏林來 佔了一塊區域 然後美英化這三個國家的軍隊進到柏林來 佔了一塊區域 那美英化所佔的這個區域就變成叫西柏林 而在蘇聯所佔的就叫東柏林 那蘇聯是先進來的 所以他們佔了那個金華的地帶 也就是過去普魯士皇宮的地區 那他所佔的這個地區呢 裡面就包含了這個柏林大學在內 那後來這個東柏林的人都一直跑到西柏林 所以這個東德的政府就在東西柏林之間建了一個牆 那這個就是有名的柏林圍牆 後來兩德的統一其實一個具體的象徵就是柏林圍牆倒塌了 好但不管怎麼樣就是剛他變成了兩個城市之後呢 那西柏林呢就在美國的這個扶助之下又成立了另外一所大學 這是為什麼後來就沒辦法叫柏林大學 因為柏林現在有兩所大學 有兩所大學 那所以呢 在西柏林的這一所新的大學 而且非常現代化 我那時候從這個大學跑到那個西柏林的那個大學去看 哇好資訊化 這個整個電腦設備啊什麼非常齊全 那我在這個屬於東柏林這個區域的這個大學 以前的柏林大學 你知道連圖書館借書還要填一個班子 那個填我借什麼書什麼的 然後交給他然後把那個建檔 這個完全都沒有資訊化 就感覺很落後 我聽說現在已經也資訊化了 但是至少我在那時候借本書 那我如果借個20本我填死了 但是就沒辦法就是得這樣做 那這個大學呢就 就是西柏林的這個大學就叫自由大學 意思是說我們自由你們奴役 所以他就叫Friar University 就是Free University 我是自由的大學 那這個東柏林的這個原來柏林大學 就改名叫做紅寶大學 因為當時他們所建立的的是紅寶兄弟 所以就稱之為叫Hombo University 那這個大學是屬於這個東柏林 東德共產國家 那所以他的行政大樓呢 就被放了這句很有名的話 那我們每次去上課 因為哲學系在這個柏林大學 被當作是這個學校最重要的科系 所以哲學系是擺在行政大樓裡面 我就在行政大樓裡面上課 那這個行政大樓 就是一樓一進去 你就看到我後面的這個話 他說 The philosopher haven't developed nor where she didn't interpret it Escound over the love arm Gi to be ended 他說 哲學家一直以來都只是在詮釋世界 但是重要的是改變世界 這個是馬克思的一句名言 這是這個後來變成了這個東德的這個大學的時候 他們就給他加了這句話 這句話聽起來就非常的有魄力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馬克思在這裡告訴你說 以前的哲學都只是在解釋 做詮釋世界 但是重要的是要改變世界 那聽起來就是馬克思你厲害對不對 你是要改變世界 我問你馬克思怎麼改變世界 馬克思拿著刀槍上戰場嗎 沒有對不對 他躲在那個大英博物館 在那邊研究 這個整個英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然後寫出了資本論 然後告訴你這個世界的歷史 其實是一個階級鬥爭史 永遠都有剝削者跟被剝削者 在西方的歷史的不同的時代 主人跟奴隸 地主跟電農 然後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 是資本家跟這些無產階級 那麼他寫這些東西 然後看了之後 人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當被剝削者 然後就去革命對不對 所以馬克思在做什麼工作呢 他其實就是在詮釋世界 他告訴我們世界的本質是這樣 然後他藉由這個詮釋世界 他就改變了世界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句話 對我而言 因為我每天看 我每天去上課 我就看到這句話 然後我就 這個哲學的習慣 就是要做反思對不對 每天看每天看 我就在想這話有沒有道理 因為我想到很多的哲學家 他們當然是在詮釋世界 對不對 柏拉圖在詮釋世界 亞歷斯多爾在詮釋世界 黑格爾在詮釋世界 馬克思看起來就是在批評他們 但是難道他們沒有 產生任何的改變嗎 你如果看黑格爾的那個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黑格爾在法哲學的那句話對不對 黑格爾講到柏拉圖的理想國 他說你不要以為柏拉圖的理想國 只是在編造一個理想的國家 該是什麼樣子 他說柏拉圖寫那個理想國 其實他的目的在批判當時的希臘的城邦 他是要批判當時希臘的城邦 那如果柏拉圖的理想國是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的 莫爾寫的那個utopia 就是烏托邦 事實上也不是只是在編造說 有一個烏托之邦 這個理想的國家該是什麼樣子 相反的 莫爾寫那個東西 是用來批評當時的西方近代的國家的情況 所以每一個哲學家當他們在產生他們對世界的解釋的時候 事實上只是不是他自己在改變世界 連馬克斯都自己都不是自己在改變世界對不對 那些犧牲的那些共產黨人 並不是包含馬克斯在內 他自己並沒有什麼去流血流汗 他是躲在這個圖書館裡面在那邊辛苦的寫 那對我來講事實上這就是哲學家重要的工作 透過詮釋世界來改變世界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事實上你沒有辦法說過去的哲學家只是詮釋而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相反的他們事實上也在努力的要去改變這個世界 那麼這個就是哲學所做的作用 你提出一個理論 對我而言其實一個理論就是一個實踐 這就是一個研究著他實踐的方式 而這個理論本身就會去影響世界從而改變世界 這個是關於我所講的哲學能夠產生作用 不是那個使用的用 但是他最終他有他的效用 哲學為什麼 我說哲學能夠產生作用 那麼哲學究竟產生了怎麼樣的一種作用 我很簡單的談到三種哲學的作用 第一個就是哲學讓我們能夠整體的看待世界 哲學家很少只是就一個什麼東西 比如說昆蟲、微生物、鳥類或者爬蟲類這樣的方式 這個是在科學裡面因為世界太大對不對 我們要分門別類分科來處理這個世界的個別的部分 但是一旦這樣做的時候呢 就變成好像沒有任何一個學科 是整體的來處理世界的整體 那麼這個我們在莊子裡面可以看到 莊子感嘆這一點 他說後世之學者 不信不見天地之純 古人之大體 看不到那個大體了 他說倒數將為天下列 那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就是一個 倒數為天下列的世界 因為什麼東西都要做分工 對於資本主義來講 分工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 所以一個人可能什麼 成為一個社會的螺絲釘 他可能是在一個工廠的輸送袋裡面專門什麼 專門轉一顆螺絲釘對不對 那他的工作只有轉螺絲釘 所以他轉得非常有效率 轉得非常好 他完全顯熟 但是那樣做對他沒有意義 他除了賺錢這件事之外 其他的對他都沒有意義 所以馬克思在講一個所謂的真人 他叫ostentic man 真正的人 他說一個真正的人不應該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 一個真正的人應該什麼 在馬克思早期的時候 他說他講到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 他說一個真正的人 早上起床給自己泡一杯咖啡 然後去森林裡面砍柴 為什麼 因為天氣冷 他要爐火需要 然後開始寫作 寫作完之後他去做什麼什麼事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對他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他不會覺得這個是一種無聊枯燥 人生無異的事 他說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人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覺得 你什麼事都做太沒效率了 你最好就只做一件事 那一樣的你是一個醫生對不對 你就專門只看一個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是大腸直腸科 你就專門看屁股對不對 來一個屁股看一個屁股 來一個屁股看一個屁股 一天到晚就只看屁股對不對 你所做的就是這樣 你久了你就覺得我一輩子都會看人家的屁股對不對 對你來講那是沒有什麼那個 可是我們現在就處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那哲學呢讓你有一種整體性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因為其他的學科已經不管了對不對 我只處理這個嘛 我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這個是我們在前面我講到 我說每一種學科都有它的哲學對不對 但是哲學在這方面跟這些學科處理 這些事情的方式不一樣 它是一種哲學之學 是一種厚思之學 然後它總是把這些不同的學科 擺在一個整體的脈絡當中了解 甚至擺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裡面了解 擺在這個整體當中來看待 而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一旦你成為某一個專業的專家 而缺乏一個整體的視野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變成 變成什麼 變成恐龍對不對 你一定聽過恐龍法官對不對 什麼是恐龍法官 是法律不好的法官嗎 不 相反的它法律非常好 但是它搞不清楚 我們是在怎樣的一個社會 它沒有辦法看到一個整體 它只能什麼 舊法論法 當那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它就做出了恐龍判決來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要避免成為恐龍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整體的視野 是很重要的 哲學讓你做反省 所以你不會停留在你自己自身 我說哲學的反省是什麼 你在跟一個人吵架 而且你還跳脫出來看你跟人吵架對不對 然後看看他講的其實是不是比你還有道理 或者等等這些 那麼如果你能夠跳脫出來看 你就不只是什麼 位在你所自身的那個處境 而能夠更全面的看待這整個事情的發生 那這樣可以避免你成為任何一個行業裡面的恐龍 這個是第一個我覺得哲學的一個重要的作用 那這種作用你沒辦法去要求其他的學科 那麼第二個哲學的作用呢 就是追本溯源追根究底 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而不被工具所異化 因為在任何一個專業的領域當中 我們一旦進到那裡面去 我們就什麼完全投身在那裡面 我們整個就是用這個專業的考量去做了對不對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你一定會被這個專業所異化 他因為這個專業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效率 所需要所達成的目標 到最後他本來是應該是某種工具的 現在他漸漸的變成了你的目的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會變成是一個異化的人 那哲學呢常常讓你什麼跳脫出來 並且讓你去問什麼東西到底是為了什麼 讓你做這些思考 這些思考能夠防止人被異化 讓你去隨時的問我的初心是什麼 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原來要的是什麼 我現在還要的是我原來要的那樣的一種東西嗎 這個是哲學的思考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台灣在2011到2013年那一段時間 整個都充滿了這個食安的危機 不斷的爆出吃什麼東西有問題 吃什麼東西有問題 那很可惜的我其實在所有的這些討論裡面 我沒有看到他們對這個做哲學的事 就是沒有人問為什麼要吃 為什麼有食物這種東西對不對 我們吃不是為了什麼 讓我們繼續活下去 但是我們在吃的過程當中 我們開始產生了一些異化 這些異化就是什麼 我要吃好吃的對不對 我想要吃什麼樣的口味 要Q彈 然後要怎麼樣 總之因為你講求這樣的一種味道 而賣的人知道你愛這種味道啊 所以呢我就製造這種味道給你吃嘛對不對 那他必須要考量就是他的成本嘛 他發現我弄出這種味道來 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我就用很低的成本去做出這種味道 然後讓你來吃 然後你就什麼 吃得很高興對不對 然後最後就發現你中毒了 一起等等 那麼這些事實上都是 我們在做我們日常生活的事 包括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從不曾經思考的對不對 如果你最終追本溯源追根究底 問你為什麼要吃 你整個對於食物的態度 就會開始有一些改變 而這些改變讓你不會在什麼 只是追求那種最直接的口味啦 這個什麼好吃啦或者等等 那你就不會被你的這個欲望給帶著走 這是哲學為什麼 我第二個所要講的 然後這個第三個哲學為什麼 就是哲學最終要回到自己來對不對 要認識自己 然後最終要知道自己到底要怎麼去生活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一樣的我把它跟其他的這些學科放在一起 是因為其他的學科不會告訴你這件事 不會告訴你你要怎麼認識自己 不會告訴你你要去怎麼樣的一種生活 但是哲學它就是要去回到自身來 問我到底我要追求什麼 人生的意義人生的目的人生的價值等等 那麼這個我們實際上也可以從古代的人 在所說的話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 他是為了自己對不對 但是金之學者為人 現在的學者們為了什麼 為了孤民釣獄對不對 為了要能夠人家說你有什麼樣的成就 所以你才去做這個學問 可是古代的學者做這個學問 他是為了自己 那是他的初衷 或者說那是他的價值理性 所告訴他有價值的東西對不對 對他來講他必須 他要追求到的是這樣的一個真理 這個是孔子所講的話 那蘇格拉底他也講過類似的話 他說未經檢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人之所以為人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 他不斷的在檢查自己的人生 如果一個人就什麼 很平順的活下去 所以你不要看到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說 哲學是魯蛇的學科對不對 是失敗者 是一個好像一事無成的人 他常常才會有這樣一個哲學的思考 但是你如果從另一方面來看 那個跟魯蛇對立的那個winner 那個winner對不對 那個winner他很順利很成功 所以他很可能什麼 他一輩子沒有檢查過他自己的人生 他的人生就是什麼 不斷的衝不斷的轉 然後不斷的享受 他一輩子其實都沒有檢查他自己的人生過 那麼蘇格拉底其實正是對於這樣的人在批評 他說未經檢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你們一定聽過 這其實是John Stu Mill所講的 他說一隻快樂的豬不如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對不對 因為痛苦的蘇格拉底他雖然痛苦 他知道他自己在幹嘛 他知道他自己的痛苦是怎麼回事 他活在一個有意識的情況底下 可是一個快樂的豬他就只是快樂的活著而已 那麼人活著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有意識的自覺的活著 而這件事情正是哲學所帶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你的人生只是要追求快樂 那也許你就不要哲學 因為哲學常常帶給你的是痛苦 或者也許更好說是人常常是在痛苦的時候才念哲學 他快樂的時候就不用哲學對不對 他正在享受他的人生 他就在享受他的人生 可是這樣的一種人生常常產生的是很有問題的情況 那麼我舉一個例子就是當代的女哲學家漢娜二蘭 這個是一部電影 那麼在漢娜二蘭的這部電影裡面 那麼他裡面有一句常常被提到的術語 就是在這個電影介紹到的就是邪惡的平憂 這個邪惡的平憂是什麼 就是我的日子過得很順遂 我完全不加以思考 這個就是漢娜二蘭所講的平憂 為什麼呢 因為漢娜二蘭是個猶太人對不對 然後他看到的就是德國當時殺了那麼多的猶太人 那麼所以漢娜二蘭呢 他以記者的身分去參與每一次的審判 然後他不懂的就是這些被審判的納粹的軍官 他們看起來其實都是正常人 那你問他說你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去猝死猶太人 他告訴你的就是這是我的職責對不對 德國人常常什麼就是這個你擔負什麼責任你就要去做 他現在被賦予的一個責任就是什麼殺猶太人 所以他就開始去執行這個殺猶太人的工作 那漢娜二蘭說問題在哪裡呢 他認為問題在這個平庸上面 他說這個平庸是邪惡的 那平庸是什麼呢 平庸其實就是這些人他們從來沒有去做一個哲學的思考 從來沒有去問這樣做不是只是你的職責或不是你的職責 而是這樣做對不對是否是正確的 而這個是需要哲學的思考的 當你不做哲學的思考的時候你就會落入平庸 而你落入平庸你很可能就變成是一個邪惡的平庸 那麼你可能什麼就是造下了這樣大的一個 一個危害這個世界的一個後果戰 那漢娜二蘭認為在這個情況底下 回到一種哲學的思考讓每一個人都不是平庸的人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然人類的這樣的悲劇其實是還會在發生的 那如果說哲學有什麼用 對我來講這個就是哲學的一個用處 我們全部的這個導論就談到這個地方 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所使用的這個教科書 下課 下個禮拜 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